民生消息因为先前台风的关系 影响到了蔬菜收成 部分的菜价持续的上涨 再加上中秋节就要到了需求增加 烤肉常用的蔬菜包括丝瓜玉米青椒等等 价格都比去年同期涨了不少 中秋节即将到来 不少人期待的烤肉趴 但今年想烤肉成本可能要提高了 受到之前凯米台风带来的灾损 菜价持续上涨 让到市场买菜的民众很有感 菜家贵桑桑民众都快买不下手 烤肉常见的蔬菜像是丝瓜 从去年批发价每公斤30元 今年涨到了40.7元 涨了35.4% 甜椒涨了13.5% 玉米从21.7%涨到了32.6% 涨了五成 另外青葱更夸张 涨了七成多 纸会高不会低了啦 因为中秋节的需求量比较多啦 他们会观望啊 好就不要吃啊 等到便宜再吃啊 另外像是角白笋 四季豆香菇 价格也是比去年同期贵 而西湖果菜市场表示 菜价可能要等到中秋过后 才会逐渐回稳 灾后一个月 农民仍在努力复根 作物复根估计要到中秋节过后 由于中秋节需求量增加 导致菜价明天的上涨 菜价居高不下 让民众快吃不消 恐怕今年想体验中秋烤肉的欢乐气氛 只能少买一点 或者是选择价格比较亲民的下手 还有民众干脆决定 今年中秋不烤肉了 因为菜实在太贵了 街中部综合报导 市场公司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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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